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此心无痕 蒋介石政府昏运无能 但是中国菜 还有中国的文化艺术 倒真的是宝藏 那我喜欢吃春卷 你还说那有什么好吃的 我觉得景天桑说的这个心里的宝藏和尤家子小姐心里的宝藏不是一个东西但是都是宝藏可以理解 这孩子他是被我弟弟惯坏了 景天科长 渤家子小姐啊跟您一样 不愿呀人云云云 一看呢就是一家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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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各位长官 会来到新菜 喝一碗 喝一碗 我都 先来一碗 好 好 虎渝轩是地道的上海灾 景天一定会去那里招待你 不过他不带你去 你就主动要求去 你一旦到了那儿 你看到我的拿手材就这道 鲜鱼锅贴 就说明我有情报告诉你 你就找机会跟我见面 慢用 两意见 我们没有点过这道菜 各位各位朋友 这是虎渝轩的一道新菜 鲜鱼锅贴 请大家免费品尝 那为什么 你不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 刚才 诸位都在聊天 我怕打扰了大家的心情 所以说 有点湿的脸 谢谢 下去吧 那咱尝尝吧 尝尝尝尝 尝尝尝尝 好吃 鲜鱼锅 不尝一下新菜吗 怎么样 新菜的味道好 很好 锅贴应该是西南菜 但是摘了这个甜咸的酱以后呢 还有和上海的那种酸辣 有一点点甜甜的感觉 融合得很好 所以真的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新菜 前景莎对中国菜很有研究 好 一点点 反正我喜欢这个味道 对 这个味道非常的独特 我们只会吃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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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来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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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有家子小姐 我们走吧 大家慢用 那我先走了 签签先手 我都走 那咱 来 来 来 既然心菜这么好 我倒真想见见这位厨师啊 九九七七 是 师郎给我钱 我还提到送菜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冤枉 我冤枉 小的知道错了 要是饭菜不喝口味 你们可让我出座呀 要不 要不活一点也行 我 相见鲜鱼国帖 是你做的吗 你其实 用这个菜给某人传递某种 讯号吧 是啊 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啊 我冤枉了 小的就是来谷云山 想在各位闺蜜面前楼上亲手 好说老板跟我留下 会给我饭吃过去 你他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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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吓尿了 真的是 太会装杀了 你以为我们都是瞎的吗 二公子啊 景天科长 你不会认为他是在给我传统信号啊 你自己说呢 前景光复先生 前景光复先生 其实在六国饭店 你已经看出那两个人不是军头 所以借周左之手杀了他们 对吗 景天科长 你的意思是 昨天晚上那两个人 是我们自己认的 景天科长还是 怀疑我的身份在真别我吗 你太聪明 杀人灭口 可是聪明过头乱 都拿脚了 就算要给我定罪 至少要拿出证据吧 那不就是个最大的证据吗 在六国饭店 他混在人群里 我们来谷于轩 他又成了这儿的厨师 天下有这么巧的事情 我冤枉啊 我冤枉啊 不是强和 今天我长不见过生日 我买了手套给他祝寿 我人都没见着 就被你们给扣了 你们可以打听 是不是有个姓王的老太太 在过生日 把闭嘴让你说话 你先去找个媳妇 然后找丈母娘要去 媳妇 那我可要娶个仙女 娶仙女 那你不得巴结王牧娘娘 谢谢啊 对啊 我听 你看 那就等三月三 往我们俩的拍照会的时候 我去听心 静田科长 一道菜可以传递什么信息呢 这要问你 你知他知 我怎么知道 你是说一个尿裤子的特工 给我传递信号 这些中国人狡猾的 尿裤子算是 那我想请问一家景天阁长 我为什么会来到中国 还不是因为我的舅舅 任克父兄将军 在令地的保护下 被敌人杀害了 现在大手喂爆 你却拿着枪对着自己人 说我被军统收买 说我背叛 你这是在侮辱我和我的舅舅 可不敢 对您的身份 我不敢怀疑 您的舅舅是任克父兄将军 我也没什么可怀疑 但我怀疑您 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 是不是可以先给我解释一下 关于我们的约定 是怎么回事啊 约定 媳妇 那你就等三月三 王母娘的叛奏会的时候 三月三号吗 你还记得 那为什么 那天不跟我联系 是不是被抓起来了 不能发电报 那一天 我在邀想个 可能太快坏了 沉浸在女人的温柔箱里面 就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景天课上不会因为 这小小的失误 就这么怀疑我吧 好吧 这也算一个解释 但是我没有时间再用来浪费了 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证明你的情感 你的意思是 让我杀了他 你可没做到 你没想到 我去做什么 你也要做什么 你一定能做什么 你一定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想到 你没有帮我 你没有帮助我 我手就会说 那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什么意思 谁让你又回来 科长 有家子说 它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遗落在这里了 大家慢用 那我先走了 浅浅先生 多走 胡闹 老板 快去拿 拿完立刻走 有家子 及日离开中国 今天可让今日的所作所为 不仅仅是对我自己的羞辱 更是我们日本帝国的耻辱 告辞了 伯父 那我先回去了 来 起头来 飞 你叫什么 我们是有钱 我这家拍好老大 我这家大 你还会做什么好吃的 多说几样 该日送到丁香花园 我尝尝可以吗 可以 前景先生 我伯父一定对你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吧 你不懂大人 他们只做自己举得对的事情 包括随便杀人吗 前景先生也是那样可恶的大人吗 我不是 那你还回丁香花园吗 不回了 我可能很快就要回日本了 这么快就要走吗 我刚刚以为 我交到了一个朋友呢 能和优家子小姐成为朋友 是我的荣幸 那你可以不要走吗 或者 至少就等参加完我的校教委员会之后再走 来啊 按手印 告诉你啊 你们什么来路我们都知道了 以后就得随叫随到 是 万全 滚吧 你俩什么情况 不跟你们俩说了吧 机灵点 机灵点 连军统跟日本人都不分 就给人宰了 怎么养你们俩那么个蠢货 局长你批评的事批评的事 就是万局也不能全怪我们 他们日本人骗日本人 他们自己都分不清 我们怎么能分不清 再说你别别别 就 局长 警点科长一向是用人不移 疑人不用 这钱景光夫如果要是日本人的话 他肯定不是叛徒 就怕他 不是日本人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们俩刹径 那培训成为公司吗 我们俩刹径 也二做了 我俩刹径 时就是爱了 你俩刹径 这位是想要吃太多了 你俩刹径 我们俩刹径 我们俩刹径 你俩刹径 但不是俩刹径 那还是俩刹径 全不一样 一样子俩会 延伍手 你俩刹径 要俩刹径 这个科目踏实第一名 也是 日本人利用白头翁 忍陈下伤构 这点现象我们已经不能再用了 你马上给求伙传发报 让他与白头翁建立新的联系线力 还有啊 通知求伙传 他们有可能已经怀疑陈前就是吕布了 这么严重 那陈前怎么逃出来的 这话不知道 不过 不过 根据今天的事 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太大意了 我们太小看这个景点了 以后还是得做到位于筹谋才行 他跟尤家子小姐分开好 独自去了华茂饭店处处 他和尤家子说了些什么 隔得太远 我听不清 尤家子也不应该告诉我 他和尤家子也不应该告诉我 现在 您还觉得他可疑吗 二公三 世上 世上没有绝对可靠的一手棋 此时此地下得很有力量 十步之后 也有可能成为最大的愚蠢 所以我们永远都应该保持怀疑 所以我们永远都应该保持怀疑 如果这真是他下的一手棋 下得还不错 假如由于我的怀疑 他一气之下回过 那尚方一定会责怪我 话说回来 如果前景光复真的是清白的 那经过昨天的这番试裁 今天的一番恐吓 也难免会有大同干活 谢谢 景天阁下 我是万江海 我这边有重大发现 我怀疑那个前景光复 他可能不是个日本人 还有吗 暂时没有了 暂时没有了 我知道了 见面再聊 谢谢 我的直觉也许没有错 但是方向呢 可以调整一下 我的老船 他可能会有什么事 我没想过 你怎么办 我还要想过 你怎么办 我刚才看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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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办 我 你怎么办 我 来 怕什么怕 这个人怨气太重了 反正路我是带的 这绝坟的事我可不能干 那是要折阳寿他 说什么屁话 还冤死鬼 还怨气 在哪儿呢 你指出来我看一看 还折阳寿 那折阳寿的事你不干 你让我们干啊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摇瘦割光 大爷 别开枪 大爷 别开枪 大爷 那个人怨气真的很重啊 下埋的那天 飞沙走失 吓死人了都 我这回家就得了 得了热病 我这病了好几天 大爷 别开枪 队长贵心啊 姓张 姓张 老张是吧 滚 多谢大爷 多谢大爷 这下麻烦了 大师了 大师我气也看见他 没心跳了 呼吸也没了 还有日本 日本的医生也看了 这 这不应该没死呀 你 屎 屎 怎么了 谁 谁 谁 死我早生之地啊 这种人死了 一定会变成厉鬼 穿着复生的 是我 不能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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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棺材里边没有尸体 被野狗拖到这儿来了 给狗啃成戒呀 也没法断定他死了多久了 这个鞋 这个鞋我认得 就是他的 就算这个鞋子是他的 那这些骨头呢 怎么证明这些骨头也是他的呢 那 那就算是咱们从粉里边刨出了一个 整个的骨头 也不能证明是他的呀 这肉都被啃光了 这怎么证明 说得也对 师傅 要我看呀 咱们就回去吧 这尸体都这样了 还怎么往下查 那今天就结束吧 你把这些收拾一下 回去啊 把坟填上 怎么又是我 这里还有别人吗 我害怕 少废话 秋子小姐 秋天先生 昨晚睡得好吗 很好 如果是锦田先生 让秋子小姐来的 那么就请回吧 你误会了 是尤家子拜托我来的 好香 之前您建议 给尤家子准备中式早点 他今天吃得非常好 好 所以再三嘱咐我 给前景先生也准备一份 也比较谢你 真好肚子饿了 肚子 师傅 我现在觉得没什么意思 觉得跟着我没什么意思了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吕布 他是大英雄吗 对吧 就连日本人听到他 心里边都得发颤吗 那景天御次郎 就那么弄他都没把他弄死 最后怎么了 让我再撑上一颠 颠死了 你也别嘚瑟啊 干活吧 我说呀 你说 像吕布这么大的英雄 最后怎么了 尸骨被豺狼啃食 坟呢也被咱俩给刨了 人这一辈子 就不管你怎么折腾 最后也是一场空 你停一下 是 师傅 你这是干嘛啊 你前面说得对 我们做不成英雄 但是我们也不遭见英雄 把他埋了 就当是你我对他的尊重吧 对对对 咱们给日本人当差 竟敢缺德顺 这也算给咱俩积点德 说到日本人 回去之后 怎么说你想好了吗 不分尸骨不全 被豺狼啃食 反正人肯定是死了 就这么说 好 谢谢您清净先生 因为很少有人 能够跟有家子小姐 如此投缘呢 我看得出来 她喜欢你的 很多人都喜欢我 难道伤口太太 不喜欢我吗 好 其实 我不知道你们昨天 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 但是我想 她一定希望你回去的 对吧 今天山口太太 是来当说客的 准确的应该说 准确的应该说 我是为景天先生向千鼎先生请教 如何可以走进 有家子小姐内心的 那就麻烦转告景天君 她做得越多 离有家子的心就越远 害你 论语里不是说过吗 小人与女子男养业 千亿先生 这句话里面的小人 不是你年龄小的意思 但是没关系 我一定把您的建议 转达给景天先生 谢谢 山口太太 会不会请阿翔 帮忙一下 当然可以 根本可以帮我把衣服运一下 好 跟我走 好 跟我走 他还是不肯回来呢 是的 不过 他答应了有家子 参加他校园游园会后 再回日本 校园什么时候 科长 是后天 哦 哦 我差点忘了 那天是尤家子的生日 我应该给尤家子一个生日惊喜 您的意思是 您也要去参加 学校的游园会 我是尤家子唯一的亲人 不能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 我一定会安排好 游园会的安保时间 提前一天现场排查 是 生日礼物 就麻烦秋子小姐为我准备吧 明白 咪咪咪丁香公馆 嗨 景田科长 政治保卫局的湾江海电话 那就这么决定了 我们一起来按摩术吧 太好了 如果你能来做嘉宾的话 我爸爸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到时候伯父如果看到 我从柜子里消失 又从天而降 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那我们去排练一下后天的表演动作吧 好啊 走吧 我知道了 怎么样 当初吕不死的时候 亲目医生 反复确认过他的死亡吗 是的 辛苦了 游家子 游家子 他是谁 我朋友 签签签签 签签先生 今天是你来接我放学吗 是啊 这位是我同学采盈 后天我打算和他一起表演魔术 你们是准备要把校长变没了 然后可以休息三天吗 不是啦 我爸爸是魔术师 后天他会来表演 我想起游家子 跟我一起做我爸爸的嘉宾 那看来后天我有事情做了 我一定要来好好欣赏一下 我看到有一个水果摊 想不想吃水果 我怎么没看到校门口水果摊了 我去你们 老板上哪儿去了 没关系 挑完以后把钱放在这里 走吧 我们不用借游家子小姐了吗 不用 毁丁香花园 踩硬 要不要 谢谢 汪老师 汪老师 游家子 你怎么还没回家呀 今天山口太太没来接你吗 今天换了个人来接我 在下前景光复 这位是 这位是我最喜欢的 王开雅老师 王老师 除此见面请读读观照 王开雅 怎么感觉 尤家子你是不是 没有当着王老师的面 说我什么好话 没有啊 尤家子说 您是一个游戏 人间的花花公子 见一个爱一个 王老师 老师 怎么出卖我 怪不得我和尤家子 是好朋友 很了解我 好 把钱留给老板 干什么 王老公子嘛 每人在前 怎么有不上钱的理由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 保持一点距离比较好 风尝择气配合一下嘛 真不值诚词 谢谢 王老师 下次见 很高兴 倩倩先生 你刚才跟王老师说什么了 我说我喜欢他 我说我喜欢他 果然 怪不得王老师走的时候 那么生气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错 窈窕说你 君子好教育 可是你喜欢很多人 这不行 不可以 是的 我是喜欢很多人 但是见到王老师之后 我就只喜欢他了 到目前为止 太过分了 你现在年纪还小 等到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你就知道 如果喜欢一个人 就应该大胆地说出来 大胆地去追求 你追求别人我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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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不能追求王老师 但是你不能追求王老师 为什么 你不会是害怕我会伤害他吗 因为 因为我想让我伯父追求他 那你 这有什么好笑的 我伯父可是很优秀的人 他不像表面上 那么严苛不讲理 怎么了 你还真是 人小鬼的 你今天 不会是来当说客的吧 本来是 那现在呢 现在 既然你要追求王老师 那你还是早点回日本的 你昨天还跟我说是好朋友 我没说过 你说过啊好朋友 我没有 你不要跑了 你追不上我 岁数大了跑不动 等到我 岁数大了 你怎么会干什么 你还吃醇 对不起 向您郑重道歉 今天早 何必行思大理 那天 只会有做不好的地方 请多多报告 不不不 多走 多走 真是不好意思 中国人实在太狡猾了 我在中国多年不得不放 三个月之前 由于疏忽大意 这是任科将军一身寻过 我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所以即使前景军心里不舒服 还是希望能够理解我的初衷 我要记忆 理解 突然想起我舅舅在来中国之前 跟我讲荒木伟前辈的事 荒木伟前辈 他之前是上公馆的特务科科长 跟你舅舅是好朋友 我舅舅说荒木伟前辈 极致 中长 以身盆脸 是他非常心肠的军人 可是因为他轻信了一个 叫陈善的中国人 用人不慎 最终以身寻光 这些行恶不得不放 我都理解 前景仨果然是胸怀宽广 生命大意 感谢 感谢对我的理解 前景仨 我的不管爱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什么时候才能消除对我的嘎吼 说实话 现在去米高梅 我都忧心忡忡 玩不及兴 还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所以这一次 我郑重地向您道歉 就是希望您能够留下来 留在上海 我们继续合作 从此我们消除彼此心中芥蒂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精诚合作 以撑向他 这道汤羹是以淮山药 枸杞 虾仁 芹菜末为原料制成的 辛香美味 清淡宜人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人间四月天 你做什么呀 我做的新菜 这道菜名叫轰炸东京 找他喝西娃了 蜜蜜 收拾工作通知 啊 收拾我的天 听到美好的 是什么叫敌人 这道菜名叫轰炸东京 播放 这道菜名叫轰炸东京 希望守護著你我 守護他 點燃的理想 守護著我們 守護大家 一句祝福的話 深藏心底 享受未完成的事 與無聲出累積 一條追尋的路 有風有雨 對真相的凝望 無從放棄 守護的人啊 守護著希望 守護著你我守護他 每一陣燈下這閃爍的光亮是希望之光 守護的人啊 守護著希望 守護著你我守護他 點燃的理想 守護著我們 守護大家 作詞・作曲 李宗盛